繼續來關心蔡英文總統的國際記者會 We move forward in dealing with our cross-strait relations 對於說這樣的評論,您認同嗎? The New York Times has described this election as a battle between pro-China and pro-U.S. candidates. In the light of today's election victory, do you agree with this description? 我想這次的選舉 主要的選擇還是在於一個自由民主的選擇 我們究竟要選擇是有自由民主的 還是沒有自由民主的國家 選舉的結果也表示臺灣人民支持我們現在的政策 有關於兩岸的部分 其實我在開場的時候已經很詳細的講了 我們在過去處理兩岸的一個態度 未來我們也希望在剛才講的四個基礎之上 我們一起努力來開創一個良性的互動 I think this election is not a choice between the pro-China or the pro-U.S. candidates. Rather, it's a choice between whether or not we want the value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or not and the results of this election clearly shows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supports the policies that we have implemented throughout these past four years I've also detailed the past attitudes of how we deal with cross-trade issues and I have also talked about our policies and our stance in dealing with cross-trade issues in the future I talked about the four foundations and I hope that we can use this foundation to start benign interactions and better communications and restart our dialogue We will now take one more question from international media perhaps Steven from New York Times Hello, Madam President, thank you With this new mandate Do you anticipate or how do you anticipate being able to deepen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face of China's efforts to isolate Taiwan particular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with other like-minded allies? Thank you 蔡總統請問您預計在新的任期中 如何在中國的壓力及陰影下 持續深化與理念相近國家的關係 中國對台灣的持續性的施壓 確實讓台灣在國際空間上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難 但是在過去的三年 我們跟很多理念相同的夥伴 在重大的國際議題上 我們都有成立了合作的關係 我們遵守了聯合國對朝鮮的共同行動 我們也協助向受戰爭影響的人提供了人道的援助 此外 台灣的經驗跟專業知識 為全球健康也做出了很多的貢獻 我們還做出了致力於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跟政策 這些都指示台灣如何為國際社會做出貢獻的重要例子的一些 而這些努力也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 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確實面對中國的種種打壓 但今天選舉的結果正向世界展示的是 台灣是一個成熟 而且致力於自由跟人權的國家 在下一個階段 臺灣會持續和所有明天相近的夥伴緊密的合作 這些包括在現在我們已經成立的所謂的GCTF的架構 我們將會與美國還有其他國際社會主要的成員 在包括民主價值 治理 人權等等的合作 以及我們跟歐盟之間的人權對話也將持續和擴大 第二 我們國際社會正面對資訊安全 網路安全 海事安全等等非傳統安全的共同挑戰 台灣在這方面的領域有相當豐富的經驗與能力 也願意分享 也願意共同的合作 第三 台灣是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成員 我們跟其他志同道合的夥伴有相同的價值觀 面臨同樣的挑戰 未來台灣將會持續的參與合作 包括我們的新來向政策的推動 無論在教育文化 醫療 衛生 科技 科學技術 所有有助於提升印太地區人民福祉的所有的事情 我們都願意努力 願意提供協助 那麼台灣是促進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一個可靠的夥伴 我們也將會持續的強化這方面的努力 這是蔡總統的國際記者會 我們看到這些媒體記者幾乎問題都是在問跟中國的關係 那現在外界到底是如何看待台灣 到底會怎麼做呢 先休息一會馬上回來 蔡總統的國際記者會持續進行來看現場最新情況 郭文貴先生 先生 蔡總統的主張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significance of your winning re-election by such a large margin? Will you continue to push reforms as aggressively as you did during your first term given that the DPP has once again won a majority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what would possibly be your priorities in the next term? and we would like to know that do you have a plan on restructuring your cabinet in your next term? 這些工作包括 第一 我們要完成經濟產業的轉型再升級 例如亞洲 我們將把臺灣能夠發展成為 亞洲高階製造跟引發的中心 還有金融服務中心等等 第二 我們對於人民照顧的擴大會再升級 包括長照2.0的再升級 還有0到6歲的兒童的照顧 還有青年發展 我們都會有權力的支持 那麼第三 國家區域發展 我們希望能夠更均衡 例如大南方大發展的計畫的弱勢 那麼第四 我們會積極在國際上參與 讓臺灣在印太地區域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力量 好 我們看到這是蔡總統的國際記者會 那現在蔡總統票數已經來到了810萬票了 來請教郭東哥 怎麼看這個國際記者會看起來媒體的關注焦點 都在於跟中國的關係 這是代表就是說 全世界怎麼樣看待臺灣如何對待中國 他們會期待臺灣怎麼做呢 剛剛小英總統所發表的談話 觀眾你怎麼最小聽 他完全展現了一個民主國家的總統高度 對全世界的國際媒體來說這些話 不管是兩方的關係 還是他在未來年年要做的事情 我相信今天說這些話有非常信心 不是說只有他年年成功 他的票數超級 他上一次689萬票超級這麼多 所以我說這真的是了不起 前五股仁後五來做 我相信後面也不可能會打破 真困難 全世界這麼有名的國際媒體 絕對大篇幅的報導 將於臺灣這個民主國家 總統年齡成功 他得票數是歷來最大的八百十四萬票 他代表什麼意義 他跟你說話這些話 我相信中國絕對從頭看起來會漸漸在那邊聽 我也相信中國 同樣對他們的國台辦開始整頓 香港的中聯辦主任要換他什麼 現在換他們國台辦是不是開始要換走的 我們不知道 但是你如果比到小英總統前一 五股仁主席在說那些話 你就知道兩月的關係你就比到會出來 我也相信所有的觀眾 你在去年的時候你敢不想到說 一年後會變成這個形 對 去年兩千十八年的11月24號 五股仁的疫情風華 把臺灣十五個官司都掃到 所有議員都過半每個官司 所有的政府議長都在他們手上 一年我而已而已 所以人家說 這個拼搬的沒有六股仁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政敵孤兒啦 是看你偏偏偏看你能撞到臺灣的民生也不好 看你能捍衛國家的主管 讓臺灣人民能夠過到民主自由 發財靈寬的一個社會議員 這是一種生活嘛 八百十五萬票 已經跟全世界說了 我相信今天最驚慌應該是臺灣八星 明天你不光國際民生你偏偏看 你看這就是臺灣 蘇富裕海外回來 投票的這些我們的台狗 這回到自己的國家的時候 十六號 發育起來是 臺灣民主的勝利 我們這些年輕人未來出國去 不管你做生意去投資什麼 大家走路都有風 八百十五萬票 給人公告說 拒絕說不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不可能台灣不可能變成香港 我相信香港經常看到這個消息 我相信香港 會在水滾裡面 還有一個大型的遊行出來 臺灣會贏的 為什麼香港不贏的 他們出隊的 拿到這個救口 開始又大型又出來 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 我告訴你 總統有一個總統的管道 你怕你 韓國說沒有總統的管道 他還回去高雄市 高雄市民 你們市長要回來了 準備喔 你市長要回來了 不知道要從事 我們不知道 來 國東哥 我們先稍後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再來看 這一次的臺灣民主勝利 帶給全世界什麼樣的意義 馬上回來 蔡總統國際記者會持續進行 我請教洪理事長 怎麼樣看外國媒體 關注的焦點 跟在場的現在支持的群眾 現場的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主要是外國很關心 這場選舉 到底是臺灣要走中國的路線 還是要走民主勝利的路線 我想這個是很清楚的表達 那過去臺灣基本上 我們過度寢中造成什麼 我們其實兩頭在外 我們的工廠在中國 市場在美國 我們的經濟循環是靠體外循環 等於是葉克膜經濟 我們好不容易 中美貿易大戰的時候 我們把葉克膜拔掉了 那當然在選擇 當然如果我們在選擇 回去寢中 我想對我們經濟也是個傷害 我想他表達是我們的政治立場 讓國際都知道說 臺灣是選擇走民主勝利的路線 OK 來蘇培 那現場的這個部分 現場支持者是不是期待 蔡總統會到另外一邊去發表談話 對 通常過去幾次的總統選舉之後 總統都會先在國際記者會之後 才會到現場去跟群眾一起 現在這整個時間就有點往後演 delay了是不是 原本預計好像國際記者會在八點半 但因為可能是剛好那個時間點 是韓國瑜韓市長的這個談話 所以整個就往後演了 所以大家還在現場等 不過我覺得這個 剛剛總統有講 就是說在國政的部分 他其實會 不管是韓國瑜韓市長 或者是說宋楚瑜 宋主席給的建議 或者一些國政之需的一些政策 我們都會馬上來做 包含幼托 包含殘兆 包含能源 包含機器的發展 當然對於中國的部分 我們還是要再次強調 我們不是反中 我們是希望跟中國維持一個對等 對一個良性互動 良性的互動 而不是請中 所以國這個 這一次的選舉 也是告訴中國 就是說我們台灣可以跟你互動 但不是在你設定的一國兩制底下 在你設定的九二共識的 這個框框底下 我們希望走台灣人的路 所以我們也希望再一次跟中國講 不要為了你的事件霸權 把台灣當成一個棋子 台灣絕對不是你的棋子 台灣人民用選票做出最重要的 一個決定 那其實我覺得這次選舉 也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說中國國民黨 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因為他的候選人 韓國瑜 提不出任何政見 全部都是奧部 包含抹黑 說蔡英文旁邊的人都貪污 然後造謠 然後甚至到最後聯共的戒選 我覺得這都是最後最後 人民選擇用八十一 八十八百五十萬票 八百五十萬票 來教訓國民黨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那其實還有去年的選舉 去年同一個時間 大家都還記得吧 國民黨勝選 國民黨主席非常非常的開心 那個時候年輕人是站在誰的身邊 是站在國民黨身邊的 為什麼一年後 年輕人唾棄了韓國瑜 唾棄了國民黨 還有包含中間選民 我覺得這選舉的過程當中 韓國瑜的所代表的價值 韓國瑜這個人用的 口不責言的事情 都是讓台灣人民所唾棄的 所以他去年八百八十五萬票 贏了高雄市長 但這一次他落後了 將近也是八十幾萬票 代表去年八十五萬 今年輸了八十八十九萬票 去年八十九 然後今年八十 所以代表有相當一樣 等這個數量的人民是唾棄他的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真的應該好好想 國民黨部分要請教指責 怎麼看待蔡英文 這個國際集會所傳達的一個訊息 那再來吳敦穎說要提出總辭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方式 要中常委同意嗎 那如果有所謂的未留情形 是不是有可能情況又有變 我想蔡英文總統 因為在回答很多國際記者的 時候大概就論述在兩岸關係 但其實嚴格講起來 蔡英文並沒有新的論述 她還是維持她過去這四年的基調 但是就是說 到底怎麼樣提出一套兩岸 可以互動 甚至是合作 甚至是官方可以互相往來的 一個方式或策略 的確是蔡英文政府要好好想想 因為的確不管喜不喜歡 在這四年雙兩岸的尤其是官方幾乎沒有互動 不過現在可能要看中國的反應囉 因為畢竟這是全新民意的出來了 當然啦 當然就為了 其實這個還值得觀察 現在說還很早 還要看中國的反應 但是我要講坦白講 國民黨輸了就是輸了 我們的確有需要很多檢討跟反省的地方 但就是這樣 我覺得當然民進黨也不需要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有點扭曲了 這一場選舉的意義 就是說到在兩岸關係的論述上 不要忘記 在2018年國民黨是大勝的 是49比39 不要忘記 當時我們也是站在九二共識 一中特表的立場上 來指責我們先稍後來 我們先休息一晚馬上回來 現在來看蔡英文競選總部的最新情況 是副總統當選人賴清德的談話 都會幾乎平成 一如副英文總統所說 我們在總統台選 在立委的選舉 雖然有支持不一樣的對象 但我們都是同一個人 我們在臺灣 在這裡盛順 我們都是祝賞共同體 我們應該要繼續團結 繼續合作 共同打拼總統台灣 讓台灣有一個國安好的未來 你說對不對 對不對 謝謝大家 努力 大家繼續打拼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2020副總統賴清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 我們所有的立委 立法委員 是不是大家掌聲來歡迎他們 也要來介紹我們所有的 辛苦的行政團隊 也請他們上台 還有我們重要的 我們所有的國策顧問 我們邀請上台 以及我們全國競選總部的決策委員 我們每一位都邀請上台 給他們一點跨物質 接下來要來特別介紹 我們國策顧問 小英自由會的總會長 顏自發 以及我們基隆市長 林宥昌 以及我們台南市長 黃偉澤 全力大 立委全力大 台南市長 黃偉澤 以及我們桃園市長 也是我們這一次 全國競選總部的總督的 鄭文昌 接下來要介紹 护國寶臺 助選團 總團長 游喜寬 接下來要介紹我們台北市 競選總部主任委員 黃成國 接下來要介紹 立法院長 蘇嘉全 以及我們全國競選總部總操盤手 有我們的林希耀 以及我們的洪耀福 各位要來介紹我們行政院 院長 蘇晨晨 還有副院長 陳其邁 接下來介紹是我們民進黨的黨主席 卓榮泰 還有我們各位 總統府秘書長 邀請 接下來要來介紹我們全國競選總部的主任委員 我們最溫暖的大人哥 副總統 陳建仁 現場 把你們的手舉個 今天晚上 用你們最大聲的尖叫聲 我們要來歡迎黃昏晨誕生 競選連任成功 我們的 蔡英文總統 最大的黃昏晨 歡迎總統 蔡英文 把手舉個 我們陪小英總統到這一刻 這一刻 是屬於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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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萬人的 跟我們一間叫聲 讓我們的小英總統看到 再一次超聲歡迎 蔡英文總統 你的最大的黃昏晨 我們這一次競選連任 競選總部 我們的主任委員 也是我們 陳建仁副總統 我們的競選 我的競選大長 我們的賴清澤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